賀婉欽 賀小姐 分享的作品 靜靜的回音 我們帶出恭喜蔡局長來我們頒獎 恭喜我們的賀婉欽 賀小姐 賀小姐是信中英 她有回到住鄉有很多的悸動 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局長 恭喜賀小姐 來 我們請賀小姐 給大家分享一下 蔡局長 主辦單位 如說劉先生的家屬 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打文淚二獎 靜靜回音的得主賀婉欽 我昨天才剛從 請文正的學術交流 特別感人來領獎 然後 這篇文章靜靜的回音 是獻給我失去的父親 他勉勵我要學籍我們先祖 這個賀之章 為社會的脈動留下記錄 同年陪伴我的房客 是一群寄人底下的小人物 他們各有故事 堅韌的生命力不予文章靈魂 有他們的陪伴 我才能對人生有更多元的體會 謝謝評審的肯定 讓這些看似不起眼卻偉大的人物 能夠在美光燈下出場 站向自己的舞台 另外我要謝謝陪我出席的媽媽 媽媽在這裡 謝謝媽媽 讓我繼承她愛寫作的寫筒 尤其在她童年成長的新竹縣 拿到文學獎 格外的有意義 媽媽日前由新竹內彎 頗有那個少少離家老大 回鄉英文改地茅吹的永泰 那我接下來要感謝我的先生 我可愛的雙胞胎 他們都有出席 這兩位 然後在他們身上 我看到愛與生命力 還有長期支持我寫作的親友 還有對我文學啟蒙有重大影響的姚老師 你們是堅真的粉絲 也是靈感的來源 我愛你們 謝謝 好 謝謝 恭喜柯小姐 因為你是全家 謝謝